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掐斯发廊这门技艺 她远赴河北拜师 为了将大美新疆融入作品 她将沙子掐进作品 经过多年揣摩 乌鲁木齐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掐斯发廊技艺传承人 新疆工艺美术大师李华 把对新疆的热情融入到一件件作品中 我们新疆这边有很多特别适合表现掐斯发廊技艺的这种元素 比方说我们这边的那个民族的服饰的花纹呀 还有我们这边的那个舞蹈 还有一些建筑 还有我们这边的沙漠跟湖阳都特别美 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个掐斯法廊的作品去展现 我们新疆的这个别有的这种西域风情 让内地的人去了解我们新疆的这些别有的魅力 我想让我们新疆的很多很多的美让世界去发现 大学期间李华了解到这一记忆 直到毕业经朋友介绍 他远赴河北 拜师掐斯发廊代表性传承人张亚军学艺 看到那个苍州的张亚军大师做的一些那个掐斯发廊画的作品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精美 然后所以我最后就决定去找他拜师 然后坐了那个火车 长途跋涉去找他去了 然后那个张亚军老师呢 一看第一次有新疆过来的学生过来来拜师 他就也挺感动的 因为觉得新疆跟苍州距离太远了 我会专门为了学习去找他 所以他对我也很用心 我在他呢就待了很长时间去学这个手艺 一幅掐丝发廊画有描图 掐丝 上色等十几道工艺程序 制作中需要极大的专注力和耐心 一些中小型作品 制作时间在20天以上 如果画面复杂要在半个月甚至一年 位置一定要宽出来一点 要不然你到时候甜色都塞不进去 你都点了短 因为本身它这个可细可宽嘛 是吧 我们不要给自己最开始做画的时候留一些 我不剪它 是不是刚刚好 创作中李华除了用传统油料 他还将沙子用在作品里 沙漠的那个沙子呢又稀又干净 几乎接近我上色的那个颜料的那个程度了 所以我就专门把它带回来 然后去做我们新疆的那个沙漠呀 胡杨呀 还有戈壁滩呀 它的颜色效果非常好 而且它自然的那种颜色我就能用得上 随着生活的改变 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 李华借鉴油画 工笔画 写一画 板画 剪纸等技法 把掐丝发廊应用到配饰和文创产品中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这项古老的技艺 诸入现代史上开放和具有活力的新时代元素 让这项传承了几百年传统艺术瑰宝 代代传承下去 也希望我们新疆的孩子们认识传统文化 热爱传统技艺 努力培养出新一代的飞翼传承人